而说到电影呢 经典电影要来修复重印 桃园电影节今年迈入了第十一届 请来了温申豪担任宣传大使 那么今年影展有回顾诸葛亮的大伟卢曼 大道成 以及呢 钟楚红跟费祥等人主演的 竹篱八外的春天修复版重印 深蓝色V领衬衫 搭配设计感十足的西装外套 温申豪以一身俐落装扮 出席2024桃园电影节 这次拍摄的宣传影片 他以五种不同语言的台词 向桃园境内客家闽南眷村 原住民及新住民族群问好 桃园是一个迁徙 很多族群迁徙的 宜居的一个城市 所以有五大族群 那我自己占两个 因为我是客家人闽南人 那当然这边还有其他的 包含新住民原住民 以及我们外省眷村族群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人文汇出的地方 也代表了台湾的精神 也台湾各种不同文化交融的城市 期待这一次电影节 能够大放异彩 然后我们第十一届 往后会第十二届 十三届继续主要去 桃园电影节 在八月十六 到八月二十九号之间举行 民众可以到电影院 欣赏国内外的各类选映电影 如经典的圣石传说 费翔 钟楚红等人主演的 竹笠八外的春天等修复版 也有金雄奖导演卡林彼得奈特的 《爱的战友欲灯》 我们的这个片单的选片的数量 还有我们这个影展的这个 入围的数量 还有我们影展的报名的数量 等等各方面呢 都超乎网界 那么今年的主题 是以千席做主题 来呼应我们桃园的 多元族群的面貌 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主题 能够把所有的人生的这些故事呢 透过影像的这个方式 来呈现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进戏院 来观看我们桃园电影节 记者会上也公布 入围台湾奖的名单 报名电影必须是 过去一年内的作品 经李千娜 黄尚和 及胡言凯等知名影人 评审团选出的16部影片 角逐最佳影片等11个奖项 总奖金高达125万 将在8月23号进行颁奖